这个故事讲的是东京大审 也就是为了战争罪审判日本领导人 从1946年开始的国际军事法庭 军事法庭的用意是干净利落的为二次世界大战收尾 就像德国的纽伦堡大审一样 但是东京大审却搞得乱七八糟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东京大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